大家好,我是Stan 每周都刷新收视率纪录的疗愈韩剧 以前引起了有点傻眼的抽男争议 前几天播放五元五的ENI电台的官方IG上传了一个贴文 而在贴文中能看到 看着五元五又笑又哭的人有五兆五一名 超有趣,超好看 要等周三等到什么时候呢等等 为了有趣的宣传这部戏 制作组将网友们的留言PO在贴文上了 但是就有部分网友们认为 这个天文里使用的五九五 主要是在女超网站里 抽男的时候使用的词 所以要求下架盖天文 而不只是这个 在第十二集中出现的便利贴中写的 谢谢您为了找回女性 也可以堂堂正正工作的全力而奋斗 也被那些部分网友们认为是 不符合现实的内容 甚至他们还觉得 电视剧里出现的两家大型法律事务所的代表 都是女性 剧中也出现过 不爱自己未婚妇的女同志内容 主要登场人物全律师等 美好感或者是加害者的角色 全都是男性 所以 伊桑安平洛沙无缘武 根本就是个仇男电视剧 他们还在这样吗 哎 真的连空气都觉得很可惜 这电视剧里由 好男人角色你们不提 却附身到孔弥奴 真是可笑 电视剧就当电视剧看吧 傻*** 但说是偶然 也太多偶然碰在一起了吧 有关无缘武的仇男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无缘武加油 BTS Snoop Dog Penny Branco 庞坛播放来与美国制作人 Penny Branco 美国hiphop歌手 Snoop Dog的合作歌曲 Bed Decisions 在全世界74个地区 登上了iTunes Top Zone 排名一位 Spotify 热渐七位等反应非常好 然后根据Spotify公布 庞坛虽然成为 2022年最初突破 51串流的团体 庞坛做了庞坛 然后Bed Decisions 琼舞的开场部分真的很好听 恭喜恭喜 很适合夏天的歌曲 好好听 歌很好听 根本就是开车时候要听的歌 拜托 一定要听听看 苏妞系列MV真的很感动的理由 拍海报的Yuri 出现在电视里的Sunny 音乐剧中的Seohyun 唱歌的Taeyeon 坐飞机的Tipani 拍电影的Yuna 站在红毯上的Seohyun 做DJ的Seohyun 在各自的为之努力活动后 重新聚在一起 展开庆典跳舞的Seohyun 不是粉丝的我 为什么会感动呢 每个人都太漂亮了 从头到尾都很像是15周年 太幸福了 这样绑住着一个团体 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Sushi 我爱你们 Blade Pink 6周年 今天是Blade Pink出道6周年的日子 而Blade Pink成员四个人都在IG发文庆祝了这一天 为了庆祝Blade Pink六周年跑过来了 因为你们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很感谢也很幸福 亲爱的Blade Pink 像今天这么有意义的日子 能告诉你们回归消息 真的很高兴又很期待 总是很谢谢也很爱你们 对 在这么有意义的一天 Blade Pink宣布了8月19号下午1点 会公开新取得消息 六周年快乐 真的马上就要回归了 真的太好了 我要一生做粉丝 成员们一到12点就跑来留言的样子 真的太可爱了 可能是因为快到续约期间了 所以更伤感 希望Blade Pink能跟Twice一样全员续约 Blade Pink六周年快乐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